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新鲜的生姜如期运抵工厂 食品厂的负责人和员工 都松了一口气 他们曾因为关闭疫情 而有一个多月 没有办法拿到生姜 因为当时封城的时候 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的封城的 日期有点不一样 那我们等了一会儿 还是虚惊一场吧 但是还是度过这个难关 生姜对于专门生产酱料的 这家食品厂而言 是重要材料之一 他们的畅销产品 海南鸡饭酱料 就非用到生姜不可 海南鸡饭里面的配料 都有姜 蒜 香兰叶 还有我们说我们的大豆油 还有我们自己的蜜汁的香料 其实姜在每个烹饪里面 都有看到他们的棕林 所以姜本身就比较多元化 所以这个姜的需求 平均来讲 我们一天的量 大概是两三百公斤吧 从1970年创立至今 已经有半个世纪的新华丽食品 从制作酱油 蚝油 豆酱 和酸梅酱起家 当年的客户主要是小贩 新华丽目前由第二代接班人管理 在四位兄弟姐妹一起努力下 公司从一家传统小工厂 变身为现代高科技工厂 每日产量超过50吨 生产的产品超过70种 其中包括公宝酱 糖米亚蒜 黑胡椒酱 咖喱酱等等 除了在本地供应给航空公司 酒店 餐馆和超级市场之外 他们有一半的产量 也外销到30多个国家 但去年一场关闭疫情 让公司继2003年的 萨斯疫情之后 再次遇到了巨大的挑战 成本方面就好像中国 马来西亚它那边 这个原材料也上涨了50% 我们说那个大豆就好了 大豆就70%左右 所以在这原材料 甚至在这个运输方面 方方面面的这个问题 都会把我们成本提高 由于公司的主要客户 相继受到疫情的严重打击 而减少或停止订货 这使得公司面临销售量 下滑的压力 其实起初的话几个月 它有下降到15%左右 所以在三个月 四个月我们就恢复了 之前的这个水准 但危机也造就了转机 一些饮食业者因为疫情 面临人手短缺的问题 而转向新华力求助 请他们帮忙生产 他们所需的酱料 以应对人手问题 这样的做法也就是 类似受尾代工 英文简称OEM OEM是跟客户做他们的贴标 他们自己的品牌 甚至他们自己的一些配方 量身定做的一些产品 OEM的这个增量 我们还没有真正地去统计它 但是有逐步的增长 因为在这个疫情当中 有很多企业他们现在看到 他们要往外发展 不仅仅靠新加坡这个市场 他们也现在逐步地 把他们的产品 在演变的一些 他们自己的改良 为响应政府呼吁人们培养 健康饮食习惯的号召 公司从2019年就开始研究 生产较健康酱料 而冠病疫情爆发 并没有让他们停止研究的步伐 反而让他们更加确定 必须朝这个方向努力 我们现在在跟HPB 做了一个 Helder Choice Symbol的 一个一系列的一些产品 这些都是少了25%的糖 盐 我们也不添加其他的 所谓的添加剂和充填器 健康不代表不好吃 有很多这个人的潜意识 告诉他们健康就不好吃 所以在这个做 较健康的产品当中 我们就用了我们的厨师团队 跟研发团队 一起来做一些改良 那在选拔原材料的时候 我们也比较注重 那个所谓的先用 先进先出 甚至它的保鲜 那原材料好 产品才好 有时候我们这个心是黑的 我们这样切开 看它的里面那个心 这样我们的品质 就可以有一些保证 在疫情面前 企业无论大小 几乎无一不受波及 尽管面对了危机 但公司也学到了宝贵的一课 其实疫情这一方面 在大家的面前是公平的 这个危机就是商机 我们学到我们要对这个趋势 要很迅速地改变 甚至我们有一些争议模式 也要积极地去看市场 怎么去做一些更改 人员的调配 公寓和善其事 必先立其器 机会就是永远留给准备的人 明镇雪地匜 unkt Rolex 乐 乐